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現在我們來到華灣里的118屏這個戶型 大家剛才看到是獨門獨戶的 你不會跟鄰居之間 假如鄰居不太好相遇的話 你不需要跟鄰居有什麼爭吵 獨門獨戶 然後我們進去房間來看看 一進去門就是我們的玄關櫃 在玄關櫃這個位置的深度也有40公分深 其實放鞋、衣服、雜物是足夠的 在這個位置的設置 然後我們看看第一間房 這裡總共有四間房 這是第一間書房 書房的窗不算大 但整個書房的位置空間 就算放小朋友的落高也好 或者我們在這裡寫字 或者我們年紀大小 做個小型的麻雀房 絕對是通風透氣很帥 整個休閒娛樂 這間功能房 我覺得進入門口是非常舒適的 而且景色看出去外面 還有山景 稍後我們去到陽台那邊 跟大家去展示一下 這個是在入門口的第一間房 廚房 我們118平的這個單位 是南北對樓的一個雙陽台的設計 南北對樓雙陽台的設計 整個客廳和飯廳都非常之大 同時我們去到兩邊的一個廚房看看 這個廚房就對比剛才我們看的那隻八十九方廚房 大了成倍都有 是一個大腰型的一個設計 這邊是冰箱位 這個位置還可以放一些雜物 這裡就到我們的一個煮飯的爐頭了 上面也是帶了我們這邊的一個裝修的油煙機 露特 還有下面可以放一些碗碟的 來到左邊也是有窗的 同時有一個很大的我們的洗手盆的一個設置 這樣一個大腰型的廚房 同時站三個人在那裡 一個人幫忙洗 一個人幫忙煮 一個人幫忙切 都完全是不怕壁劫 都撞不到對方 所以這個半開放式廚房的設計 我們現在看看外面 到時這個位置會有一個推拉門 同時這個推拉門的位置也很寬闊 一拿出去就是我們外面的飯廳 這種動線的設置我們稱之為非常之好 在這裡走出去不會阻礙到那邊看電視的朋友 家人 家人在另外一邊看電視 這邊有吃飯了 我們在這裡直接拿出飯 這種動線設計非常之好 而且吃飯的時候 你不怕很焗 又怕不怕又油煙 因為在右手邊 就是一個我們的生活陽台 很大的生活陽台 生活陽台這邊有成米的一個闊度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預留了一個擺放洗衣機和熱水器的位置 下面擺放洗衣機 上面這裡可以擺放熱水器 吃飯的時候推開這個窗 外面有很多的山 山風吹進來 陣陣的負離子 清新的空氣 令到你整個用餐的過程 就好像在森林裡用餐 空氣又非常之清新舒服 所以在這個位置的設計用餐廳 這個雙容台真的用得非常之好 然後我們轉身來看看 從這邊看過去 那邊還有一個大容台 所以整間屋看下去 這個感覺是非常之彩光 是很夠的 而且又夠闊落又夠闊落 來到這邊整個客廳的開間 是去到有成差不多四米的一個開間 我們客廳的陽台 也是它非常之主要的一個部分 因為梵花里它的景色是非常之美的 所以它每一個陽台都會大跌 然後都採用這種三推拉 摺疊式的設計 令到我們整個門打開 是可以更加之寬闊 一看出去 就是整個梵花里的中央圓林景觀 近處有我們各種各樣樹木的栽培 同時我們見到不同的季節 有不同的花開 開門見山 這種風水就非常之好 同樣遠處的山景 我們都可以看到 回到退休度假 或者養老都好 平時我們坐在這個超寬闊的陽台 就可以感受得到山景 喜歡安靜的退休自住的朋友 這個位置就非常之舒適 我們看完這個陽台的景觀之後 我們轉身入房 整個這種最傳統 也都是最有用最靚仔的一個設計 就是我們的動靜分區的設計 我見到日木花園來到這邊 然後就回到我們的房間 房間 我們見到第一個位置就是我們的公共衛生間 這個公共洗衣間 它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它非常之深 它非常之深 很闊落的 所以這裡我們從這個門口位一直到窗台的位置 一直到窗台的位置 這裡起碼都有三米多的一個闊度 這個一個闊度 那裏邊的乾濕分離的林浴區 就可以做到非常之寬闊 同時這邊一排的鏡櫃 我們觀眾朋友看到 是有足足三個大鏡櫃的 而且洗手間的位置也很闊落 連上這邊的洗手台 大家可以見到 它同樣下邊都是採用了一個圓空式的一個設計 這個設計就非常之方便 搞衛生也都不會藏著各方面的細菌 整個衛生又容易清潔 空間又夠大 那個窗一打開 那個窗一打開 那些風出來很快整個洗手間就可以乾了 而且那個位置還可以看到少少山景 OK 接下來我們去到我們另外一個房間 這個是我們的客房 這個客房真的沒得談 招呼朋友來到這個客房 其實遠處的山景為了最好去觀賞到我們山景 這邊是做了一個全景的大飄窗 而且這個飄窗的陣送面積有差不多2個方 1.8個平方 一個這麼長的全景的大飄窗 到時在順便擺一張茶桌 自己坐在茶桌上 或者和朋友坐在茶桌上 看著山景沖著茶 聊聊天 那就是人生 那就是寫意 同時這個房間也很大很舒適 然後我們來看看這個兒童房 兒童房這邊 它是用了我們的飄窗的位置 就把飄窗打去 然後床就可以整到窗邊那裡 然後兒童房的窗也很大 非常之夠光猛 小朋友放假回來 在這裏寫作業或者是玩得好 這都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大家看看這邊 都有一個非常之大的空間 可以讓小朋友在這裏玩的 所以又可以休息 又可以在這裏玩 非常之舒適的 那假如我們的小朋友沒有回來 我們的孫兒 孫兒子孫兒沒有回來 這一間房 平時接待另外一家人 也都可以夠用的 然後它對面就是我們的公眾衛生間 也都這麼大 然後我們來看看我們的主人房 這個118坪的主人房 這個位置是大到足以做一個衣務間 做完衣務間之後 那邊床的兩邊的位置 都有成60公分 那邊有成米闊的一個位置 所以這麼寬闊的一個空間 其實這個主人房就夠了氣派了 同樣主人房的窗一推開 也是超大的一個票張 那這邊呢 我們拿了很多個位置出來 所以大家要留意 這個位置是沒有用票窗的設計 但是整個空間就會更加之大 我們走近一點 讓觀眾朋友大家看看 那平時有些女主人喜歡練瑜伽 其實在這個位置放一張瑜伽墊 看著外面的景色 整個感覺就非常之舒適 所以一個房間來講 看它夠不夠用 夠不夠寬闊 就是看這些細節位 好了 那我們看回我們主人房的洗手間 主人房的洗手間 跟我們的公位 都是一樣那麼大的 這個還要闊少少 因為深度也夠 同樣呢 這邊呢 就有三個小鏡櫃 它就沒有我們公位的洗手間 那麼闊落 但同樣它的窗呢 也是很大個的 這個窗呢 也有望出境的圓林的景觀 所以整個房間的設置設計呢 也是非常之用心 那麼我們看到呢 118方可以做到 南北對流 雙陽台 這個設計 而且在這邊來講 近著山景 只要在夏天 你打開兩邊的陽台的門 絕對是空調都不用開 所以這個118平的單位呢 誠意推薦給大家 接著呢 我們再去看下一個 還更加之有驚喜的單位 Let's go